主料,面粉250克,红枣50克,辅量,油,盐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红枣洗净切片,尽量理机打成泥,枣泥里放点盐,加点糖,加放适量面粉,揉成光环面团,揉成长桥,切成小鸡子,改成小饼,我为了好看,用刀修了下四边,锅中少许揉, 将擀好的饼放入,煎至焦黄,半夜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煎的时候,要消火,不然薄饼容易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